哈喽大家好我是钢丹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祝各位观看的朋友虎连大吉 考的全会梦的都对 收入翻倍 本期呢是我们2022年推出的传新栏目 机宝街第一期 在这个栏目里面呢 我会收集大家平时碰到的电脑问题 本期呢我一共收集了以上六个 常见的电脑问题 并给出了解决方案 电脑蓝屏 蓝屏呢可以说是我们使用 电脑中常见的一个问题 但是最头疼的就是进系统蓝屏 应该大部分的朋友碰到这个 只能是重装系统 但是你电脑的C盘撞到软件和资料 可能就无了 咳咳 其实碰到这种情况呢 你也可以尝试进行一下修复 修复呢是不会丢失软件和资料的 首先呢你需要一个有PE的U盘启动盘 插入U盘进入到PE界面 两种办法可以修复系统 第一种呢打开电脑 点击C盘 打开Windows目录 找到这一个目录 点击这个文件夹 删除KidsbootSYS文件 重启电脑就好了 如果在电脑文件夹中 并没有找到这一个文件 也不要着急 还是在PE界面下 并叫而换出运行 输入CMD 在CMD里输入CHKDSK控格C 冒号斜杠F 然后电脑就会自动进行系统修复 耐心等待完成重启即可 在这里除了修复C盘 还可以修复其他盘幅 只需要把这段命令里的C 改成对应的盘幅即可 当然这只是蓝屏故障中的一种 导致蓝屏的因素千千万 最主要的呢 就是要弄清楚 是什么原因导致蓝屏的 想要弄清楚呢 其实也很简单 不管什么样的蓝屏故障 都会有一个对应的代码 常见的呢 有像驱动不兼容 病毒或者内存接触不良 硬盘损坏 系统读取失败等等 只要弄清楚 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按照对应的方案解决就好 在这里呢 推荐大家一个电脑售后人员 经常使用的软件 蓝屏代码查询器 只要输入蓝屏的代码后两位 这一个软件就可以定位蓝屏的原因 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法 软件的地址呢 我会放在评论区的字体 如果说你很不幸的碰到这种情况 不要急着把电脑包到电脑城去修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解决 碰到过这个现象的朋友呢 可以打个1 我看看有多少 没碰到的朋友呢 我建议可以搜查一下本视频 以防日后不时秩序 出现这个现象呢 多半是因为电脑长时间不开机 或者是天气潮湿 一开脸呢 我就收到了好几个小伙伴的私信 说回去过个脸 电脑顶不亮了 出现这个情况呢 多半是主板的经典保护 或者是内存导致 我们可以通过拔掉主板的电池 用金属触碰电池的底座来进行放电 然后静置三分钟再装好电池 看看是否能开机 如果依旧不行的话呢 拔掉内存 用橡皮擦擦拭金手指再装回 没有橡皮擦 你也可以先对手进行放电 然后用你的大拇指擦 双通道的朋友 建议用单通道点亮关机之后 再组双通道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尽量避免 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呢 可以让机箱尽量不要抗击金属 长期不用的时候呢 记得把电源进行断电 还有定期给电脑轻回 问题三 电脑显示无信号 这段时间开过不少的单卡车 应该有不少的小伙伴也顺利下山的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有多少是自己装过显卡的 如果换上新显卡之后呢 键盘信号等鼠标 主机都是运转正常的 但是显示器像这样显示无信号 不要急着怀疑显卡是个坏的 首先呢 针对小白用户 有独立显卡的机器 显示器的视频线是需要插在显卡上的 而不是在主板的视频输出接口 插主板大部分是点不亮的 就算点亮 玩游戏也是CPU核显工作 无线相当于是摆设 再就是带供电的显卡 需要把电源线接上之后才能运转 显卡的供电是6加2 而CPU是4加4 记得不要接触 如果一切连接都没问题 以及就无信号 还有可能是显示器的输入源没有选择对 选择和你使用的视频线 相同的输入源即可 问题是 3200频率的内存 为啥电脑上显示的缺少2666 这个呢 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大家都知道 高频内存的对于游戏性能的提升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设置这个 可能你的钱就白花了 以华硕的BIS50为例 BIS50默认的内存频率是2666 如果使用的是高频内存 则需要在主板BIOS里进行设置 首先开机狂按Delete 进入BIOS 然后按F7 进入高级模式 选择AITwork 在AIO2 Dark Twin这一项设置成Docp F10回车 完成以上步骤 再到CPUG里瞅瞅 频率是不到3200了 还不知道小伙伴呢 可以保存一下视频 赶紧检查一下 你的主板是不是XMP没打开 问题五 一切正常 但是电脑就是联不上网 如果说网线 网卡驱动 都是正常的 但是依旧电脑联不上网 可以尝试一下 重置你的网络 首先 WIN加R2换线运行 输入CMD 然后输入这一串代码 即可重置电脑网络 导致这种断网的原因的很大可能是 因为你使用了梯子 但是没有退出 就直接关机了 问题六 电脑关机了 但是键鼠还是常亮 可以有效提升电脑性能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把电脑 放在卧室里面 晚上键鼠一闪一闪的七彩跑马灯 多少会影响你的睡眠 如果说你想关机之后 键鼠也跟着一起熄灭的话 只需要在BIOS里设置一下就好了 首先开机 按Delete 进入主板的BIOS 按F7 进入高级模式 选择高级 高级电源管理 选择ERP支持 点击开启 S4加S5 F10保存 再关机 你看看键鼠时不久不亮了 OK 那么以上就是首期机宝键 搜集的六个网友的问题 以及解决的办法 如果觉得本期对你也有帮助的话 感谢来一个点赞 收藏加关注 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想要投稿 欢迎在我们的弹幕留言评论 或者是发动态 爱投稿 我是钢丹 我们下期再见